装机对一栋大楼的重要性不用我们多说 可是最近在泰州有一处重点工程 却涉嫌使用假冒伪劣装机 来看每周一新闻调查特别节目 每周看质量 涉嫌被假冒的管装为建华管装 建华管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的管装是行业内规模最大 市场占有率最大的 因此时常会出现被他人假冒的情况 而这一次假冒的情况也让他们感到吃惊 因为前不久 泰州的工商部门找到他们 让其确认是否出具过这样一份合同 建华管装的工作人员表示 工商部门带来的合同肯定有问题 该份合同除了有大量的相同之外 也有不同之处 比如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 以及价格就不相同 工商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该情况是他们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 当工地出具两份编号完全相同的合同时 他们就感到事有蹊跷 11月11号 执法人员查封了所有涉嫌假冒的管装 接着发现 这些管装上除了印有合格两字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产品信息 所以该产品出厂时也是有问题的 在工地现场记者发现 该工程名称为 中国医药城医疗器械区标准厂房 总投资为10亿元 是泰州市一项重点工程 这些涉嫌假冒的管装质量是否存在问题呢 11月14号 记者再次来到该工地进一步调查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上一次发现问题后 他们就立即向上级汇报 并请求质检人员 配合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 11月14号 质检所的工作人员 对这些管装进行破装实验 检验人员表示 这些孤筋的直径应该是5毫米 但检测结果却远远没有达到 判断管装是否合格 孤筋之间的间距也是重要的参考指标 而通过测量 孤筋的间距也被拉大了 而管装的端板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钢板 也被透工减料了 也就是说该管装的几大要素 都存在透工减料的问题 建华管装表示 该工地涉嫌假冒管装并伪造合同 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他们将会追究到底 就是说它是属于施客公章 施客公章的话 在这个法律这个层面而言的话 它就属于侵犯的刑法 可以来追究相关的刑制责任 另外它这个造假的这个金额也比较大 因为我们也看过 合同的标的金额可能有达到有上千万 这个性质是比较暗烈 工商部门初步调查得知 该批管装可能来自浙江 目前工商部门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